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条国道呢 我是从南州出发的嘛 甘肃出发 一直往青海方向走 但是现在呢 我还是说走到哪算到哪 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和路线 我现在在他们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一个镇上 今天呢也是在这个镇上洗了个澡 洗了一下衣服 还是非常舒服 这边这个镇上呢 它这个青岛县呢 洗澡的 它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什么地方呢 就是十块钱洗一次澡 它这个洗澡呢 是不是那种大众浴池 那种普通的洗澡方式 它是一种淋浴的 很多那种就是路上过的那些大货车司机啊 或者是说旅行的 途经这个地方呢 自驾的 然后都会在那里去洗澡 挺不错的 洗了澡以后 我就停到这个 找了一个披静的地方 停到路边了 然后把这个衣服晾一晾 很快就干了 我在洗澡的时候自己把衣服洗了 然后用他们那个洗澡间的 洗澡堂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洗衣机 然后甩着甩水 这样子的话呢 就干的比较快 一会儿啊 就去这镇上啊 准备找点东西吃 看一看有什么特色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周围的山啊 都和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不一样啊 都是这种 外面是这种黄土一样的颜色 但是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里是吧 好像就是红色的 大西北这边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人家田里面种的这些庄稼 看看 都是照着那薄膜 那种的是什么也不知道 我去看一下啊 观察一下 因为这边和平原是截然不同的 这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 它就是比较干旱一点 是吧 但是这边好像人家也可以浇水 这土都非常湿 还有他们的都是 你看在那个田里面都造成了这种薄膜 我在哪一年我去印度的时候 不是去印度 去内蒙古 去内蒙古的时候 也看到他们 因为那边不容易浇水嘛 就盖上这个塑料薄膜 就会锁水 看人家这水 这个地方呢 还在黄河边上 应该是说他们的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看看 哗啦哗啦的还在流水 在浇呢 朋友们 人家这边的是个水渠 他们建设的也很好 你看都用这种石板 风度 这个水看样子流了很长时间的 是一直不停的在流嘛 你看那 要不然的话 他那个水里面怎么会有这种青苔呢 都长出了青苔了 大片大片的农泉 非常壮观啊 这边是地多人少 我今天洗完澡都两点多了 现在马上六点 所以说两三个小时 这衣服感觉的还有点没有干 我在想的是现在去吃饭 还是在等等 这个衣服晒干了 现在还有太阳呢 在这边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 就是温差很大 中午啊 给早晚这个温差 我觉得都有应该有相差十几度 现在你看我就感觉的有点凉了 又把这个羽绒服穿上了 目前我看那个公路牌上显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600多米 所以说呢 它的温差大 也就是友情 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海拔越高 所以说温度越低 我现在还是把衣服收了 收了以后准备去这个镇上逛一逛 熟悉熟悉环境 然后再找一点吃的 因为等一下天黑了 还是不方便 这个小镇啊 它建设的也比较好 你看有这种现代化的小区 还有各项的这个广场 有一些小健身器材等等的 反正是挺不错的 这个地方呢 它还属于兰州 过了这里应该就进入青海地面了吧 旁边也有很多卖吃的 你看有什么麻辣烫 这边也有麻辣烫 我们往前面逛一逛 看一看 前面呢 就是109国道 也就是那个青藏县 按道理来说 这个镇也有那么大 应该有类似于那种农贸市场一样的 这边路两旁都是卖这种收菜的 西红柿很漂亮 水果 那个酿皮是什么 阿姨 酿皮是凉皮 就是是吧 哦 这多少钱一份 一份六块 六块钱 哦 里面啥都有配好的 配好的 哦 看上去这个镇好像前面还很远呢 应该都集中在这商户什么的 都集中在这个国道两旁 还有卖这种花的 这里也有公共卫生间 在这边露营住车的话 有停车位也很方便 现在我准备开上车 我们再去顺着那条路 再走一走 去逛一逛 感觉这边不是很热闹 再往前走就出去了 确实就集中在路的两旁 和我们刚才所在的那位置 还是要拐回去吃饭 再撒 油炸的 奇怪 辣椒多少少 少一点点 这就是凉皮吧 这就是凉皮 你们这边叫酿皮子 凉皮 行 要一份吧 这个就是你们递的 外面少放一点辣椒 放那么多 可以 给你放进去 不好扒吧 不好扒吧 好好 我们这就叫凉皮呗 试吃不吃 错 你是老姜买的吗 少放一点吧 酿皮子 酿皮子是不是也是这个 酿皮子也是这个 酿皮子也是这个 凉皮 酿皮子也是这个 都是说的它 这边这个凉皮 这个凉皮好厚 我们那边好薄 自己做的呗 自己做的 我们那边的那种是白色的 白色的是干面皮呗 不是不是 也是凉皮薄薄的 白白的 我们这个面粉白白的那个不吃 这个怎么那么有点黄 是什么意思 不放的凉面子呗 放凉面子就黄了 嗯 凉面子不放就做不去呗 嗯 挺香的 买到你们这边的饼这个黄的放的是什么 不知道 姜黄 姜黄 嗯 是 什么的呗 这个放的好吃呗 甜的 啊 甜的 白糖呗 白糖哈 姜黄 姜黄白糖卖放的 甜的就是白糖呗 哦 看着那么多辣椒 确实不是很辣 很香 多少钱老板我的 7块 7块 那这是什么 这是 烧烤吗 烧烤啊 嗯